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這一節帶您來看看 整個中東的局勢 那麼現在以色列跟伊朗 是不是一觸即發了呢 以伊交戰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帶你看到一個畫面 是以色列再度空襲 被魯特南交 黎巴嫩的官媒直接說 這攻勢相當猛烈 根據了黎巴嫩的國家通訊社 直接講到了 以色列的敵軍戰機 直接針對了貝魯特的南交 發動了四次猛烈攻擊 而且對喬伊法特地區 進行了11次的攻擊 攻勢是相當猛烈 法新社的記者來說 他聽到幾聲的爆炸聲 目睹到這個冒出濃煙 以軍每次攻擊都可以看到 一團火球直接升到天空上 還有照明彈在濃煙當中 是燃燃升起 不過現在以色列 似乎有更多的動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聯合國的部隊 拒絕不再離南讓路 警告以色列 如果你越境的話 你就侵犯主權 違反了安理會決議 以色列呢 以這個有限地域性的行動為名義 派出地面部隊 入侵黎巴嫩 事先有失誘 這個聯合國駐黎巴嫩的 臨時部隊 請對方騰出邊境附近的 幾個陣地重新安置 但是聯合國駐黎巴嫩的 臨時部隊直接說了 我們拒絕你這樣子要求 我們讓道 還說任何越境的行為都侵犯了 臨時的真主黨也透過聲明指出 這個戰士在黎巴嫩的南部 靠近邊界的地方 以飛彈擊中一輛以色列的戰車 注意見得這個乙伊 他們兩邊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那麼伊朗的飛彈威脅 短短一個星期裡面 真主黨已經死了三個領袖了 哈梅內伊直接說了 如果以色列攻擊伊朗 這兩個城市將會移為平地 哪兩個呢 我們等於看到 他直接點名了 他們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 直接把特拉維夫跟海法就位 移為平地 伊朗大規模導彈空襲 以一個空軍基地出現了33個彈坑 專家說以軍的防禦系統 現在已經面臨到嚴重的挑戰了 伊朗向以色列發動了 180枚的彈道導彈 讓內瓦地姆空軍基地出現了33個彈坑 那麼戰略分析師就講到了 其實伊朗的導彈技術 已經在上升提升當中 不僅增加了數量 精確度跟對抗能力 現在也是逐漸地在加強當中 但是現在以色列似乎外界的聲音 他都聽不進去了 因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似乎是殺紅了眼 你可以看到 黎巴嫩 真主黨加薩 約旦河西岸這一邊 那麼其實他們現在 納坦雅胡提及的七大敵人 他直接點名了 包括了伊朗 黎巴嫩的真主黨 加薩的哈馬斯 約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 葉門叛軍 青年運動武裝組織 還有伊拉克跟敘利亞的 十頁派民兵 現在被他點名是七大敵人 那麼現在法國總統馬克宏 是跳出來了 趕快出獄 不要再軍援以色列了 那麼納坦雅胡當然就相當生氣了 點名直接回送 可恥兩個字 馬克宏說現在的任務 應該是回到政治解決方案吧 不要再提供武器 用在加薩戰鬥了 法國現在就不會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 但納坦雅胡氣炸了 說可恥來指責法國 還呼籲其他以色列實施5G禁運的西方國家 補充說我要告訴你們 不管有沒有他們的支持 以色列都會贏 顯然是一種殺紅了眼的心態 那麼哈馬斯突襲一周年在即 以色列打算對伊朗重大嚴重的報復 軍事官員說了 他們現在以色列正遭遇前所未有的 非法伊朗攻擊 那麼以色列會不會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讓整個中東局勢再度升溫 CNN說至今都還沒有來告訴美國 但是不斷的傳出 以色列可能會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那麼以色列跟伊朗會達成恐怖平衡 美國會不會出手嗎 美軍在這個地方還沒有出手 倒是在這個胡塞組織這個地方 已經先攻打葉門首都港城等15個據點 美軍的海軍飛彈潛艇喬治亞號 已經對葉門的胡塞組織發動了攻擊 包括了首都沙納 還有葉門的港城河台達 一共打了15個目標 那麼現在 土耳其總統艾爾頓也跳出來了 說每當中共地區接近停火 要追求和平穩定的時候 以色列政府總會就開始挑釁破壞和平 西方國家還會繼續為這個屠殺 提供了一些武器 彈藥 情報 甚至是外交支持 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現在請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麼看現在在貝魯特南郊 炮火可以說是相當猛烈 對 其實基本上以色列 已經對於罹難 包括還有貝魯特 進行了狂轟濫炸 已經一個多星期了 而且基本上 他說他是針對軍事目標 可是事實上還是軍民不分 然後打的都是民載 然後一個炸彈下去 這個可能挖出來的裡面 又是很多都是老弱婦孺 所以這種打法的話 事實上的話 因為以色列過去在加薩長龍 就這種打法 那也沒有得到什麼 國際社會的嚴厲的制裁 支持他的國家還是照樣送炸彈 送各種東西 就跟這個愛爾頓講的一樣 以色列這種在中東地區這種作戰的方式 那麼一直得到西方國家 這種提供武器 彈藥 情報 還有外交支持 所以很奇怪的 這些支持以色列這樣做這種 違反國際法 違反國際人道法 違反國際戰爭法的 這種行為的 常常都是在國際上自認為是主張人權 要保障世界人權 保障什麼 這個國際法的 一切都要規則 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秩序 為什麼碰到以色列就完全不易 完全是沒有標準的 甚至可以說是以色列的幫兇 所以這個其實是值得我們在 我們也不是 我們算是局外人 不過我們真的看起來就覺得 國際社會真的是很現實 沒有一個國家是可靠的 這些國家都是講一套 做一套 那麼你要相信他要他說講的話 你可能在真實行動中 你就被他出賣了 對 所以這些國家 基本上我覺得才是今天以色列 肆無忌憚的最主要原因 那最主要原因 那現在這個 我看最近的報導 這個黎巴嫩已經逃出去20多萬 這個無辜的老百姓 那還是有辦法的 對 沒有辦法的就陷在戰場上 那以色列事實上的話 他這個打法的話 就是先狂轟亂炸 然後軍民不分的這種打法 事實上的話 效果還是有限 因為真正你要能夠去 有一場決定性的勝利 分出一個勝負 造成一個比較永久性的效果的話 你還是要陸軍部隊 你地面部隊還是要進入 可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以色列的地面部隊 所以一進入到黎巴嫩 就遭受了很大的傷亡 這個也就是說 黎巴嫩不管是政府軍也好 還是他的其他武裝 還是真主黨來講的話 其實他的戰鬥力量遠高於哈馬斯 所以這個就造成以色列 現在地面部隊的上面 是比較保守的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 你也知道伊朗也出手了 那麼現在變成以色列 要看他怎麼樣對伊朗出手 那伊朗現在講的話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如果打我的話 你如果報復的話 那我就消滅你兩個城市 那上一次他是用了180顆飛彈 那麼我們光看這個空軍基地 就搞出來33個深坑 也就是說有18%的飛彈 我們只算這33個 有18%的飛彈 以色列沒有攔截下來 那這只是空軍事基地 軍事基地以外 還有地方也打到了 所以你如果有兩層的飛彈 以色列攔不住的話 那麼伊朗他如果大規模 攻擊以色列的 這個好 是這個好 海法港也好 或者他的這個好 這個最大層也好 那基本上可能就造成傷亡 那是會非常恐怖的 那立將軍我們請教一下 現在以色列 有人說看得出來 他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弱點了 就是說他可能沒有辦法 攔截到這麼多 那麼就像剛剛這些大使講 您覺得會不會吸個隱憂呢 我覺得這場大戰 這個應該是納坦雅胡的陰謀 我這邊特別找出 那不是看我的相片 是要看去年11月8號 這開戰一週年 我那時候就預測了 我說這個 那是阿克薩洪水行動 是納坦雅胡的陰謀 為什麼我這麼講 就是我們現在回想起來 這一年之中 這個你不管是哈馬斯的領袖 這個哈尼亞被暗殺 對不對 政務長和領袖被暗殺 都是非常的精準 這個定點清楚 除了這兩個領袖之外 最近這幾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BBQ爆炸事件 或者是總共定點清楚了 這個政務長18個領導人物 包括他們飛彈部隊指揮官 或者是無人機部隊指揮官 400個火箭發射基地都很精準 可是他情報做到多精確 那有這麼精確的情報 怎麼可能漏掉說是 5000枚的火箭單要對你發動攻擊 所以我覺得納坦雅胡 真的是壞到極點 明明知道人家要打你 你還不準備好 你就讓自己老百姓被打 打完以後 我民陣言順的對加薩的地區來用兵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這場戰爭就是 本身就是納坦雅胡故意造成的 我先故意被打 打完以後激起我國內人民的仇恨 然後對加薩提區發動攻擊 然後目標就是整個要佔領人家加薩 整個做一個種族滅絕的行動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對這個黎巴倫政策黨也是這樣 但是沒想到 你看 我特別要講 伊朗這次發射這個導彈 其實是就戰術來講 是非常非常精準的 他在什麼 他在以色列地面公式展開 兩個鐘頭之後 導彈打出去 導彈打出去打到哪裡 打你機場 讓你空軍沒辦法起飛 沒辦法掩護你地面作戰 然後緊接著我們就看到 以色列進去的98師跟這個 戈蘭旅這些受到嚴重的伏擊 就像是剛才街大使所講的一樣 因為你地面部隊沒有辦法 獲得空中的掩護 那接著我現在要講說是 有沒有可能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我覺得不可能 我為什麼講不可能 我特別要舉一件事情 第一個 你不要以為隔山打牛那麼容易 隔山不見得打得到牛 為什麼 因為上次來講 以色列對這個只是對 這個伊拉克實施核設施的攻擊 那次來講的話 他叫巴比倫行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總共動用了8架飛機 5架的 4架F-15 4架F-16 剛開始他用低空 因為距離很近 他只有打伊拉克 為什麼低空你飛行來講 反正就很好用 對高空你這個 雖然說你比較會省油 可是你會被DNA偵測到 那你現在低空你有沒有可能穿越 這個伊拉克敘利亞全個穿越過去 打到伊朗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你說我這個飛機 還要再帶炸彈 用了耗油量更兇 我們都知道在 航母上面起飛來講 你要滿油滿彈的話 你要全部起飛 要靠電子彈射才做得到 如果純粹就是環耀式甲板起飛 你帶不了那麼油 多油跟那麼多彈 你航程就會受限制 你帶了武器量就會受限制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以色列做不到 第二個來講美國這時候 如果說是美國不支援他 譬如說導彈 或者是說美國提供他空中加油來講的話 我覺得你要做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那是很難的 你知道導彈雖然說很精準 但是畢竟如果說是要飛 1600公里來講的話 你總是有誤差 像這次伊朗來講 他的法塔赫聽說也很精準 但是距離摩薩德總部 還是差了30公尺 沒有打到內洞大陸 你要很精準的攻擊 那個核設式來講的話 一定要用飛機才做得到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是 你要對這個核設式來講 攻擊來講的話 可能來講你這個能力是做不到 第二個來講 我覺得你如果做這種動作來講 伊朗會採取更強烈的報復手段 那現在就看這個大國 美國 俄羅斯這些國家 會不會加進來 把這個架給他拉開來 不要繼續打下去 好 我們來問一下寒冰哥 現在看起來法國總統馬克宏 已經在踩刹車了 但是現在納坦雅 好像就是滿生氣的 你怎麼看 法國踩刹車沒有用 因為實際上在幫助以色列 就是美國 美國看起來是持續在支援以色列 所以在美國沒有停止 對以色列援助的情況下 以色列不會停手 以色列 納坦雅胡現在他心情非常清楚 因為他如果一旦停手 他的戰時內閣可能就要結束 他可能自己都搞不好到最後 他都會面臨戰爭罪的起訴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當然不能夠收手 他會持續的不斷打下去 所以他在到處找敵人 你看一個又一個 加拉薩本來看起來 已經快要接近結束了 結果他現在又在黎巴嫩 這邊發動了攻勢 黎巴嫩完的時候 他現在在等什麼你知道 他在等伊朗最好 最好你再繼續 再有多一點動作 我就直接對你展開攻擊 我認為接下來 如果伊朗沒有持續的動作的話 以色列會反過來 對伊朗進行報復 然後逼死伊朗做出更大的動作 這就是納坦雅胡的策略 因為對他來說管他的反正 我只要我情況一旦出現問題 或者我遭受圍攻的時候 美國不可能做事 因為美國不可能會讓以色列失敗 讓以色列丟掉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納坦雅胡是有恃無恐 可是現在周邊的這些人 哈馬斯其實他現在的反抗力道 已經非常非常弱 曾祖党自己也是內部內鬼一大堆 所有的領導人的資料 幾乎全部都被洩漏了 你換上一個就被幹掉了一個 這個對曾祖党來講 他陷入重大危機當中 所以曾祖党就算想要集結反擊 大概也是一些零星的騷擾訓攻擊 他沒有辦法進行 有組織的大規模戰略的攻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在黎巴頓南部這個狀況 儘管有聯合國的和平部隊 在那邊擋著 但是也不會起太大的作用 以色列還是會自動去開闢出一個 他所謂的緩衝區出來 接下來我覺得他就是在持續引誘 美國現在擺明在幫駕 幫偏駕 他幫他去打這個胡塞組織 表面上好像是為了維繫 鴻海的航行安全 可是其實這個是故意的 他選在這個時候動作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警告周邊的這些國家 如果你敢對以色列動手 我會對你動手 其實目的是這樣 不然的話他自己也很清楚 你轟炸胡塞組織也沒什麼用 因為美國過去你進行過 類似的行動非常多 你就是始終抓不到胡塞組織的主力 所以你胡塞組織 接下來對鴻海的騷擾性攻擊 還是會持續 但是對美國來講 他就是要警告周邊 包括這些純純欲動 伊拉克的一些武裝組織 伊朗 然後還有周邊的 甚至包括土耳其在內的這些國家 阿拉伯國家 叫他們都不要動 我個人認為短期之內 阿拉伯國家能夠動的也有限 甚至包括伊朗 伊朗說得很好聽 說要把什麼 什麼以色列移為平地 其實伊朗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認為阿拉伯國家會司機而動 但是不會有劇烈的反應 可是這個仇恨是很久的 未來幾十年 我覺得以色列跟阿拉伯國家 還是會打成一團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節目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 阿拉伯國家的 阿拉伯國家的 欲言